所以今天主要會講Women Health的部分 那是Chuck137到140這樣子 會分四個這樣子 一開始會講男女性別的差異 跟月經週期的關係 跟睡眠的關係 第二個就是懷孕的孕婦 在鎮語上的一些變化 另外就是產入期還有點心話 這四個題目都跟睡眠蠻有關係的 一開始課本其實講了很多 用了很多研究 他講了很多一些男女生 性別在不同年齡之間的一個睡眠的差異 其實課本其實有提到說 其實這些研究也是有衝突性的結論 也不是很確定 但是大概可以看到一個傾向是說 在很小的時候 不管是invent還是children的時候 女生看起來 普遍來說睡得比較好一點 跟男生比較 所以女生一開始在小時候 也比較容易睡過夜 男生比較難會久一點點 但是到了青春期 就是到成人之後 女生開始漸漸的睡得比較不好 就是跟同年年男生比起來 漸漸睡得比較不好一點 可能有很多原因 包括比如說月經的狀況 就是荷爾文的一些變化 跟可能月經來或不舒服等等的 等一下後面會提到 女生有一些性格上的一些差異 所以會造成對面的差異 大概會有這種形象 第一個圖 我想大家應該都蠻清楚 就是你跟月經週期 其實會有分綠泡期跟黃體期 體溫上面就會有高低溫的變化 就是前面 這是月經週期中間是排卵 就是月經第一天奶酸第一天 月經的週期會有一些荷爾文的變化 造成體溫會有高低溫的差異 這個高低溫的差異 會造成說 我們女生在月經的不同時期 那個體溫的變化會有差異 在晚上關燈之後 在我們的黃體期的時候 普遍來說 中心體溫會比較高一點 就是在高溫期 因為晚上蓋掉下來的中心體溫 也掉的沒有那麼低 如果是在綠泡期 其實跟男生差不多 體溫跟一般男生差不多 如果是在黃體期 跟吃避孕藥其實是差不多這樣子 這個變化當然跟荷爾蒙 跟Poketron有關 除了跟Poketron有關之外 這黃體是有關之外 課本這邊也沒有附屠 他只是說他有提到說 其實他也會影響Kolizol跟Mia-Poketron的一些變化 把它採用Hormone的變化這樣 這個在黃體期 它掉下來的幅度 也都不會像綠泡期那麼多這樣 所以這些都會影響到綠泡期的狀態 在這個部分 另外就是說在Hyposarmus的 Super-Compensate Neucleus這個位置 其實他有Poketron跟Action的 所以會認為說可能會影響就是中枢 然後透過影響這些荷爾蒙 然後影響這些荷爾蒙 除了體溫之外這樣 那接下來就會 所以再講到那個預金週期的話 那其實整體來說 其實那個睡眠 其實相對來說其實是蠻低的 就是不管是在綠泡期或是在黃體期 其實大部分人機不會 睡眠不會差異人 但是如果是睡眠的結構 大概會有一些增加一些 Spindle Frequency的 會減少RAM的浮力 在綠泡期的部分 在黃體期的部分,不好意思 尤其在年紀比較大的一個女生 或是相關有一些 月經相關的一些騰狀 或是一些情緒變化的女生 比較會有這個情感 但是整體而言如果沒有這種這種情況 年輕女生或是月經來沒有什麼不舒服 其實不太會影響到睡眠 相對來說是蠻直接的 但是如果女生月經來的時候 有一些不舒服的話 大概就會有兩到三倍的影響 就會睡眠會比較不好 就會比較會失眠或是海線會搶睡掉 這個有很多的原因 待會兒會給一個講 其中就包括很多疾病 比較需要注意的就是過濃性暖潮 過濃性暖潮可能會 就是在青春期的女生 比較會... 它跟肥胖有關係 另外就是說 會有荷爾蒙的一些變化 那會造成SDD的風險會比較高 另外跟Hab-Pension 還有Cardif Rescuity 都會有點關係這樣 所以在有PCOT的一個患者身上 要特別注意它睡眠有沒有打不老 有沒有SDD的這種情況這樣 平常就是可能要過關心在這個部分這樣 因為有這種疾病的女生 大概會增加30倍的防止 另外也會增加 就是白天會是最好 就是會有一些其他的症狀 然後另外用CPOB的治療 會有幫助這樣 會改變這方面的情形這樣 當然相對於控制PTOS的患者的症狀 也不會更加防止這樣 另外就是經痛 就是痛會影響到睡眠 睡眠不好可能會影響痛覺的鬱子 所以可能會更增加痛的情況 睡眠不足會影響痛的情況 所以這可能會是惡性群感這樣 所以治療夜間的一個疼痛 對於這個部分會有防止這樣 其實課本這部分 還有提到一些其他的疾病 但是有的我覺得沒有那麼重要 我就沒有放上來這樣看 對,只是就先講特別是這樣的看 因為有一些金錢症候選擇等的一些情況 你會過多少少會有點影響 但是生課也會有一點影響這樣 接下來這個是比較重頭期一點 就是懷孕的時候的一個變化會影響睡眠這樣 那懷孕其實它會有一些荷爾蒙的變化 包括PTOS跟AVT會升高 PTOS它有Sandation的效果 所以會想睡覺這樣 所以患者會比較complement 就是孕婦通常會比較 會4歲或4歲的地球這樣 另外這個professor會造成 Smooth Muscle Relation 它可能會增加一些症狀 包括Greakened Invention of Half-Brand 跟就是懷孕的一個鼻眼 那這些都可能造成 可能會增加那個FGD的風景 就是也會增加那個FGD的風景 會造成Muscle Relation 那這個部分可能會影響睡眠這樣 另外就是也會讓Body Temperature增高 就像剛剛那個月經的圖看到的一樣 所以懷孕的時候 那個體重的狀況也會比較高 那這些可能會影響睡眠的狀況這樣 那H水呢也是會增高 那它也會造成Vasal Dilation 那會造...也會造成... 容易造成Body 那這個部分也可能會造成Body 或是一些那個Soft tissue的一些水桶 那都會造成那個... 可能會增加那個FGD的風景這樣 那另外像Cortisol 還有Meatoni 其實都會有一些變化 那Cortisol在25週到28週的時候 會明顯的開始升高這樣 那如果說在第三產權 如果Cortisol跟Meatoni的一個Ratio 是比較低的話 那會睡眠比較不好一點 所以這兩個會影響睡眠 就是之前在這邊上課也有提過 所以我們就不多提了 那Meatoni其實也是會升高 就是會在那個... 普遍來說會升高 可是它那個... 開始分泌跟那個... 開始減少的那個Cattern是沒有差異這樣 跟平常是沒有這麼差 它只是那個整體的Festline會增加這樣 另外... 還會有很多其他的基礎會影響 那我覺得比較重要是這個Relaxing 就是那個... 持緩基礎 通常翻持緩基礎 那這個也會造成那個... 就是... Connective Tissue 會比較... 就是會比較容易收縮 會比較舒緩一點 那這個部分也會容易增加Festline的攻擊 會造成那個Muscle的Relaxing這樣子 那另外還會有一些其他的症狀 像那個會比較容易Locker 然後卡牌得到其他症狀 那懷孕其實會分三個產層 那三個產層會容易有不同的complain 那第一產層通常會比較... 會有一些可記者的情況 那這可能跟鐵質 或者是Temocle变等等的這些情況 有關係嘛 就是尖狀的關係 那另外就是會抱怨Gaytan的疾病 那可能跟Pugetron造成4歲的影響有關係 那另外當然睡眠會比較偏痠一點 那這個期間的婦女會比較容易耳心耳朵 那也會有Urine Frequency的問題 那因為... 這個時候主動會比較... 會還沒有往上跑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會有背痛的情況 還有會有... 可能會容易有NiP在剛開始懷孕的情況 尤其是沒有激化的懷孕的話 那這些都會影響第一產層的一個罪惡 那第二產層的話 其實相對會穩定一點 那通常這部分 這時候就比較適應跟我們的電話 那穩心耳朵這些也都比較好一點 那只是說這個時候可能開始會有一些改進的工作 就是FREF跟EAT CONFRECTION 對,就是有一些類就是假電工作的症狀 會影響那個... 影響晚上的睡眠 那另外胎兒可能在狀 這通常是比較在晚期的第二產品的部分 會開始有一些狀況的症狀 然後另外有HABEN跟腺脫瘟瘟的情況開始出現這樣 通常影響睡眠最嚴重的狀況就是第三產品 這時候很多症狀就會相對越來越多 但很多在第二產品其實就會開始有 其實後面會講到ILS症狀 很多從大概平均第六個月 第七個月、第八個月附近 才會開始有 開始有那種ILS的情況 所以第三產品其實很多其他的症狀都會跑出來 像ILS、ILS症狀 甚至晚上會醒來 甚至有研究甚至認為 幹的感人不覺得發生這樣子 大家都會半夜會醒來這樣 因為其實有很多原因會造成 半夜會醒來或ILS症狀 不管是PLMS或是像這樣 會使到膩的感覺 那這時候頻尿的狀況也會增加 另外半夜小時候會抽菌、HARF等等的這些情況 另外晚上睡覺的時候 可能強迫在睡前的時間會比較舒服 這些都會影響睡 另外這時候ILS症狀會增加 因為開始焦慮生產之後的狀況 所以這些都會影響睡 它之後會開始有點心骨酸痛的一些症狀狀況 那一定出眾增加了 那這個是課本的錶 圖可能有點小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清楚 就是剛剛講的痰症其實整理在這邊 就是課本其實都幫你整理在這邊 所以其實就是剛剛講的那些 就是課本把它整理起來這樣子 那有些包括白天的症狀跟晚上的痰症 當然會有一些睡眠結構的變化 不過這部分我就沒有多講 就是以報告症狀為例這樣子 那另外就是在懷孕的期間 會有很重要的一些疾病 跟懷孕會有點關係 所以你講說什麼的 它主要就是課本 就要把它分成這四個大項 一個就是STD 另外一個就是RLS跟PRMD 另外就是Personia 另外還有各個 這四個都會在懷孕的期間 會有特別的型態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一個一個講這樣子 首先先講STD 通常是在第二產程的 比較末段的時候會開始有這種情況這樣子 它有一些 因為懷孕的時候會有一些risk factor 會造成STD會比較嚴重 包括說Up Airway的flow會比較小一點 就是跟剛剛講的 可能一方面體重會增加 另外一方面像有些荷爾蒙變化 那會造成soft tissue的遺跡 那會造成磁灰等等的一些情況 這些都會造成上呼吸道的一個系列 會比較小一點 另外胎兒會往上壓破 稍微會壓破到背後 會壓破到很多某片 所以會造成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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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吸的空間會比較小一點 另外就是 就是會 就是會 Lentilation會增加 就是 就是 我們呼吸需要的 那個Lentilation會增加 這樣看 所以 所以 這個部分也會容易增加 STD的空間 另外 如果說是正常的話 也會增加空間 雖然到比較晚期 可能會因為 身體不足 就是 正常會睡不好 所以說自己會習慣就睡睡了這樣 那另外 Lentilation的Sleeper 也會 進了影響STD 這是它的Restation 我個本有提到說 其實 STD其實在懷孕的人 其實 好像盛行率其實沒有那麼高 好像只有17% 20% 各國的研究不太一樣 但是 就是 課本就提到說 其實 在懷孕其實也是有些保護因子 認為說 可能 不會讓STD那麼頻繁的發生 那包括說像 Apophestum 可能會 會有點 幫助 那個 Muscle的 Direct 所以 就是會 就是會讓那個 STD的狀況會比較減少 另外就是剛剛講的 其實在更晚期的時候 那姿勢可能會變 所以不太會造成 不太會震盪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 也會減少 STD的光線 當然 有時候 這部分其實課本有提到說 其實很多都是Under report 很多孕婦會不太去 因為這些症狀去看 可能擔心飼料或什麼 其實很多時候有相關 白天嗜睡的症狀 其實可能原因很多 他可能不覺得是因為 STD或其他 他可能睡眠起來就很偏大 或因為不舒服 睡眠的症狀可能就很偏大 所以他 有時候不一定覺得自己的症狀是STD 所以這部分其實很容易按照 那這個AHI的那個狀況 就是STD的情況 通常在產後就會改善這樣子 就是如果是生產以後才開啟了STD 就懷孕之後才開啟了STD的話 就是跟產後大概就會改善 這是課本的一個流程圖 就是剛剛講那個STD的部分 通常會 臨場上就是評估 但如果說有Snowing 那白天嗜睡 但是課本其實比較多 白天嗜睡其實不是很典型 大概遇過的情況 對那個STD來說 其實不是很典型 因為他有很多原因會造成白天的嗜睡 另外當然如果有看到FMIR 或是Chocin的狀況 然後醒來這樣 那這種情況就是要懷疑是 不是有STD 另外如果Tension 然後鎮成的高血壓或是鎮症癌 或是像鎮成的含尿病等等的 就是有一些症狀 那這些情況就會懷疑是有Orsa 另外就是會 就是障礙確診就是排泌的指標 如果說有這個NPB的情況 所以HRI 這邊是寫RDR的 或者是鎮症癌 或是鎮症癌 如果有類似這種情況的話 他就會用激烤的治療 激烤的治療通常會有防止這樣 另外就是第二個PART 就是在懷孕的過程中 也會有一些Movement 第一個會提到就是抽筋 跟RLS比較重要 跟BLM比較重要 課本會先講抽筋 其實抽筋也蠻常見的 在懷孕的產生 尤其是地震烤的 更多的我考慮技術不正 某年就是這麼說 就是會隨著產生 持續會越來越過這樣子 有一些potential的Movement 但還不是很確定的 就是說靜脈的血流的回流 會比較慢一點 會造成intra-abcrominal的回血 會容易造成那個酵素扣 跟靜脈的回流有點關係 另外就是跟一些 一些微量物質 沒有說微量物質 就是某些東西的 Metabolium的產生有點關係 就是可能鈣藍鎂或是bottel 會有一點點影響 尤其在胎兒股頭在發展的時候 就是孕婦的這些東西 可能會很會影響你到蝦蝦的情況 治療的話 其實這個部分課本 主要都提到一些 就是 complementary的治療 就是比如說massage 就是伸展 一些熱膚等等的一些血泡 就是讓它舒緩一點 那 沒有提到特別提到藥物的部分 其實課本在這個部分的藥物 大部分都講得很好說 就是可以 好像可以少用藥就少不了 如果說真的有特別 真的很不舒服的話 可能一般感染的時候 用一些 category-d的藥會好一點 就是如果真的很嚴重 如果ILS的話 所以其實在這個Movement before的部分 其實課本來說都知道 就是藥的部分 其實比較不符合一開始的用 所以抽筋的部分 其實沒有特別提到藥的部分 ILS跟PLM的部分 通常min onset是在6個月左右 就是比較有的研究是7到8個月左右 通常 這個也是課本圖 就是一開始會先評估它的狀況 包括說 酒質、液酸 我當然B123等一堆學法 可能會跟ILS一起同學 所以自己的人會評估看它的 它有問題取之後會評估這幾個東西 另外還有Mave 直接會有一點 所以可能會跟ILS有關於 當然像PM Siloid的比例之後 還有PSRD 這些也都不可能會影響ILS 所以就是評估這些狀況這樣 其實跟一般ILS的評估 沒有什麼差異 如果說有整段的話 如果是PLM的話 就是要多VDI整段的話 另外就是治療 那治療其實就是 剛剛可能缺的那個東西 如果有缺的話 另外就是 非藥物性的治療 就是剛剛證明很多 不管是行為治療 或是一些其他方面的治療 有些會做一些抹殺區或是一些放鬆 特本有時候還提到 針灸說什麼 就是也是提到認為說 沒什麼evident case 就是這樣 然後如果是藥物治療的話 如果是很嚴重的ILS的話 OIDS跟POPAM 相關的藥物 尤其是FB的話 可能一般展覽 可以考慮力量的用戴 再來就是 懷孕會有一些 也會有隱藏免的情況 也是因為懷孕會造成很多的痰痰 尤其在第三層 就是剛剛有提過的 這些會影響失眠的情況 再來就是 因為孕婦通常 他會有一些 比如說白天會小睡 或者是說平常就會花比較多時間躺在床上 當然是在睡眠衛生來說 是比較沒那麼好 所以理想是 想睡覺就會早上 所以孕婦通常會花比較多時間在床上 另外可能也會增加咖啡因的設施 這些都會影響到晚上睡不好 晚上睡不好就可能會造成很痰痰 就是會有隱藏的情況 另外如果本來就有 primary sleep disorder的話 通常會在懷孕的時候也會惡化 就是花瓜剛剛講的ILS 或者是在SGD等級 再來就是懷孕的時候 基本上會有比比較熱情的hyper-extinct 就是不管是Hard-ray會增加 Metabolic rate會增加 另外就是Muscle tension會比較高一點 Metabolic rate會比較高 所以這種情況也可能會不會感到睡眠 另外就是SGD會比較招勞 就是各種壓力 就像Metabolic這樣 課本也提到說 其治療還是疫情的治療問題 就是能少用藥就少用藥 另外 再來就是講到個者 個者的話 其實在個個產生 可能會有20%左右的原因 像說產物會有 還有很多的原因 有的時候跟FOMO也會有關係 尤其是開始 甚至在第三產生的時候 有的研究甚至是說82%的婦女類 起來在飲食上面睡在裡面 所以那個 通常在第三產生的時候 那個個的情況通常都會有這樣 治療機就是佐測檯 飲食跟生活型態的改變 第二種就是用機器刷機或是PPI之類的 接下來就是講第三個部分 就是孕婦的部分 其實有些部分我有點跳過 其實課本有一個圖是 所有藥物的一個分類 它分類CA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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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那個部分我沒有放上來 因為其實藥物的部分相對來說 我比較沒有那個實質 我忘記放 所以就是不好意思 跟大家講一下 那在那個 不好意思 剛剛提到說 Personic人的部分 老師你們其實課本沒有提的很過 但是他只是認為說 要稍微注意就是 是一個沃浮跟Might-Pairer的情況這樣子 他有特別提到這兩個 就是在懷孕的時候 這兩個可能會比較容易 所以這兩個情況要可以 稍微評估一下 有沒有這兩個情況這樣子 雖然 課本這部分其實也講得不夠 也有說 其實沒有很多相關的人 研究這樣 在懷孕的期間 那接下來 第三個part會講到 產入期的部分 那產入期的部分 其實這個部分特別是比較多 很少這方面的研究 因為產房間在床 就是這部分時候的睡眠 可能跟比如說媽媽的年紀 就是生產的情況 有沒有餵小孩餵母乳 有沒有 他有的一個狀況 很多非常非常多的影響因素 會影響產入期時候的睡眠 所以這部分其實蠻難做研究的 而且有些intervention也很難去做 因為大家有時候會 有些產部或是一般大家會認為 認為說這個時候睡不好是很難避免的 是正產的這樣 所以有時候會很難去 在這些人身上做很嚴重 那課本就提到說出產部份會睡眠比較不好 其實經常說跟很多原理有關 比較會很愛體重的 所以牌耳的道具會比較抹凸這樣 這是課本的圖導 因為它其實就是在生產之後 第一個Protestorm就是會明顯的往下掉 另外S層也是一樣 這個部分可能會影響睡眠 密尾技術會開始生命 再來就是說睡眠的形態會開始有點影響 尤其是會受到胎兒、照顧胎兒跟餵死的影響 尤其是一開始的時候會比較嚴重 尤其是餵母乳的話 就是會因為要餵胎兒的關係 所以前一段時間會睡的刻薄不好 這邊就有提到 就是出產部會比較睡的比較不好 會比較受到影響這樣子 如果是餵母乳的媽媽通常在餵開始的時候 在第一個月的時候會睡的比較不好 但是其實之後在餵一個月的時候 反而會睡的比較好 會比餵胎兒的媽媽睡的來吧 所以其實目前醫師認為說 反而果育會餵胎兒 儘管一開始會睡的比較好 但是之後預期上會反而會睡的比較好一點 另外就是 就是會增加之後的資歷法等等的 其實會有一些變化這樣子 就是生產之後會有些變化 也會造成白天的失聚 因為晚上可能因為餵小孩 真的很多年人睡不好 白天會比較小睡這樣子 也會比較不好睡 可能會小睡這樣子的一些情況 還有一些get sharing的問題 然後就等下會提到 之後我們再會講一下 另外就是portation的partum的cancelation 就是產後的優位這樣 這也是會等下會提到這樣 所以其實就像剛剛提到的 就是會有一些恨活的變化 另外meaconing也會影響 其實大部分的產出 因為晚上照不小 它只會減少白天的活動 所以meaconing的cancelation pattern 會有點改變 甚至會影響到cancelation pattern 其實這部分的香港人都沒有很多 另外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大部分會認為說 是不是我們建立產婦說 他就在小朋友睡覺收睡這樣 可是其實課本是任何主要的 因為這樣反而會違反cancelation pattern 所以其實反而會建立說 盡少訓練 baby 會不會這樣 這樣會反而對媽媽未來的客人品質會好 比方說反正小朋友怎麼多歲 我就怎麼多睡這樣 這樣其實反而對媽媽政府會變得好 所以剛開始生產之後 在前面3到5天 35%到80%的 其實會有一個 因為potential掉下來 會有一個 dequation 有點blue的情況 應該說postcard不入口 他不太算是dequation 也就dequation那麼嚴重 他會心情會比較差一點 這個時候也會有點影響 對面 不過很多人在之後 隨著時間癒癒症就會慢慢改善 到了6個月的時候 可能還是就會有... 但是如果是產後的癒癒症 可能發生在6個月之內 這個比例就會比較沒那麼高 不會這樣分數到80%的癒癒症 之後 就顧問會再提到他 然後 那就是 其實剛剛也是有提到 就是會補長睡眠 就是因為晚上睡得不好 所以稍微稍微百天會小睡 或是說 尤其在第一個月 在產後的第一個月 很像衛門來講的 衛小孩 因為通常第一個月 小朋友都睡得不太好 所以就會很容易 台天要補 這會影響你改靈的癒癒症 那3到6個月的delivery之後 通常會比較可避免 尤其是出產出的話 這個部分可能會在前半個月都會影響 就是會比較容易可避免 但這個影響原因很多啦 其實 因為其實產部改 就會有一些工作 在拋刮、HIGHPORSIDE 都會影響 就是產後的感動線 也會影響到感情之下 另外像感染 或是一些其他的情況 就是品血等等 或是這些很多干擾因 附會影響這些情況 但是 客人是寫說 PROFESSION跟 掉下來跟那個 體驗有關系這樣子 比較會像是Social Facts 可能會跟一些Social Facts的情況 像是工作的情況 或是家人的知識等等 所以家人的知識很重要 女生很辛苦 哈哈哈哈 然後 那 怎麼去做影響 完全 那 這部分的研究沒有很多 就是 客本只是寫說 只有一天RCC這樣子 那 怎麼去改善這個產物期的 婦女的 睡眠的情況 就是 客本這個RCC是說 用行為治療 然後他就是 事先就跟孕婦 反駁討論 可能之後會遇到有這樣的狀況 然後 等於他就測試 然後 一個小粉絲 第一次看 另外說 會電話訪問 問他的情況 跟解決他的問題 還有XQ 他直接做研究 認為 有這樣子介入的話 會比 沒有多介入的人 會多 所以操作 其他的狀態 不過這種研究沒有很多 所以其實 就當作懲討 那 另外就是 所以就是剛剛提過的 到底要PWF或是PWF 其實這邊我會有一個小小的疑問 其實這個問客本 有提到就是說 PWF 應該是特別指那個 氫胃的部分 如果是胃母乳 但是用氫胃 應該不算是PWF 應該PWF 應該是用配方奶油 但是應該 母乳擠出來用氫胃 應該也算了PWF 這樣 就是我的認知 不過這部分 課本沒有特別嚴峻這樣 如果是 其實剛剛有講過 就是在剛開始的時候 PWF會睡得比較不好的 就是剛開始三到四的時候 會睡得比較不好的 但是如果隨著時間越來越久 就是反而 不會是PWF 反而會睡得比較好 會睡得比那個後面的PWF 原來的好的 所以其實不鼓勵 就是不鼓勵為了好醉 為了好醉來使用那個公共的補兵 反而剛開始睡不好的沒關係 其實還是建議用PWF 因為之後我反而會睡得好 因為產入期的婦女很多的睡眠會受小朋友的影響 所以課本很特別 提到一個章節是假的 Fat sharing或room sharing Fat sharing就是說睡同一張房 跟小朋友睡同一張房 但是一直在同一個房間 Room sharing就是在同一個房間那是有不同的 就是小朋友自己的音樂 那這樣子來看那個會不會影響最能 當然這不管是Fat sharing跟room sharing 其實課本比較說 這部分的研究也是沒有很多 也不是很確定 而且有些衝突 但是因為很多人會擔心 就是在Fat sharing或是room sharing 會再一個問題就是小朋友的素質 那產破素質的原因有很多 那包括如果Fat sharing 可能會減少Risk的話 可能有一些假作 那就是說 就是反而跟爸媽一起睡 反而會減少 有一部分的理由是認為 可能會減少嬰兒素質的工作 那包括說可能 因為媽媽或爸爸的一些理論 或是聲音 很多原因造成他會翻臉比較容易 比較容易擾手這樣 這可能會比較不會讓他睡得那麼深 所以比較不會到重嬰兒素質 但是也會有一些Risk 就是Fat sharing的話也不會有一些Risk 包括說可能會有枕頭 另外像比較軟的一些surface 就是表面會比較軟一點 另外有很多的 人在那邊可能會翻來翻去 對,可能會翻來翻去 另外尤其是如果承認 就是非常的累啊 又投菸 然後可能花花比較集中比較重 所以可能會增加那個 不小心壓到小孩 跟小朋友組完的方式 所以其實各有各的論點 這樣子 那所以 課本還是認為說 Risk sharing 可能也可以減少這個 陰兒素質的工作 尤其如果說 給小朋友提供一些 一些大人的一些去Cune的話 就是讓他睡在那個Risk 那個嬰兒房裡面這樣 會不會減少那個 那個素質的風險 所以 課本好像 還是有一點點 比較傾向於Risk sharing的工作 可是其實 這部分的研究還沒有同時 確實是 就是小朋友跟媽媽一起睡 很明確會造成媽媽睡的比較不好 所以 因為這是可講的事情 就是對小奶凡家會 擔心壓到他 所以會造成媽媽睡的比較不好 另外就是 產後的一些健康狀況 會可能跟證明會有點影響 那基本上 像剛剛懷孕的時候提過 不管是SDB,各個ILS 大部分很多都在產後就改善 如果是之前來就沒有 那生產懷孕的時候才有 很多在產後就會改善 那 嚴重的睡眠剝鎖 在這個部分 在產入期的這個部分 會造成體重增加 所以 很多人會在意產後會不會發胖 這個時候應該 也要增加睡眠相關的介入 因為很多人產後會發胖 如果這時候想辦法讓 產後睡得好一點 可能會 未來其中增加狀況也會好 會有改善 另外就是大家應該都知道的 就是產後優異症 那產後優異症 通常是剛開始會有一個 然後就是會有一個Post-Potent 這個很多人都有 但是在3到6個月之後 大概只有指貨之前會有 Tagnosticable的Post-Potent 規定這樣子 當然它有一些Potential的Metangible 一開始的前幾天 可能跟Tagnosticable跟Excelable 掉下來也有關係 另外跟 就是旅遊間續舖的Potent不好 可能這會影響 另外對Gaddy跟Mathook的期待待好 另外有一些 就是在生產或是體力 或在產入期的時候 有一些預期不到的預期 就是一些可能的新闖這樣子 那會造成SleeveDegrade 但是這個部分 睡眠波動 其實也可能也會增加 產後優異的風險 但是其實 所以在產後優異的 可能有這方面風險 燃起睡眠的問題 要去做結論分析 另外就是 嬰兒的睡眠的型態 跟媽媽的睡眠的型態 會 所以 這有點演講 但是還不是很 還不是很清楚 就是 就是 沒有 不好意思 我重講一下 就是在 小Baby的睡眠的型態 會影響媽媽的睡眠 所以如果小朋友睡得不好 它會進而影響媽媽的睡眠的狀況 它可能會影響媽媽的睡眠波動 會造成產後的優異 所以其實甚至有研究認為說 我們改善小朋友的睡眠的情況 會減少媽媽之後的優異 所以其實 媽媽的睡眠很大一部分跟小朋友的睡眠 那 最後一個章節會講 menopause 這是國外的數據 好像平均有11點 但是國內好像差不多了 好像是 我不是在附近 好像是一點點 課本其實是有把它長 menopause的時期分很多的時期 但我想 這部分就先不太特別提 因為 它主要是用平均來做區分 會有分postmenopause 跟menopause前期選的部分 就是 也就是parrymenopause 然後會分成前後兩期 跟 cycle有沒有 圓後真的有點關係 它其實是這樣區分其實是有些道理的 可是 其實 我覺得後面它其實反而沒有提到很多的方面的差異 所以我是覺得應該不用特別的差異 通常在menopause的這個時間 會有一些normal speaker的patter 通常這時候 正年紀的婦女通常會 甚至有一半左右的人會有罪名的問題 那 那不一定跟那個patter的關係 所以 你像剛剛講的跟patter的patter 就是有說不一定特别有的 我們全部都會這樣講 那 X選會影響卡卡丁利用的部分 其實也 這個部分還沒有很確定 特別正在卡丁利用的 所以就打個問號這樣 其實 在課本的這個部分 一般它是認為說 其實很多以前的研究會認為說 menopause跟失眠會很有關係 可是 其實後來好像做了比較多的研究 認為說 其實在控制很多因素之後 因為這個時期的婦女 本來就很容易有一些 比如說採用一些狂犬 危險法等等的一些問題 那其實 課本反而認為說 它反而跟A群會比較有專屬 反而不一定直接跟menopause 所以A群會是不是真的會造成對面的問題 其實會是一個不好這樣 它如果會可能是跟 Habba的情況 跟那個Nightwave Nightwave有點關係這樣 只是說 那個 就是 有大部分的一個 這個 menopause這個時期的對面影響 Medic跟A群或其他有不同的環境 那 這個時期呢 很有名就是會Habba的Nightwave 所以 這個時候 會有一些危險因子 如果是設計Code menopause 毛主體等等 就是Objective 危險等等 會增加Habba的空間 這樣 會造成 Self-Report-Sleeper quality 的repassion 也會造成半夜意識 比較容易醒來 降低睡眠的品質 會造成 Ultestate的確認 所以 Ultestate會影響 跟那個Nightwave 會影響生 就是買確定的 那 治療的部分 會用 HRD 就是荷爾蒙 如果不用的話 可以考慮SFRI Handing 另外 有一些放鬆的資料 就是 壓力的感覺 會有點防腐 特別提到說 Halflash的表現跟 壓力的一個反應 我們遇到壓力的一個反應 反應蠻像的 所以其實 有時候減少這時候的壓力 會 對症狀會有點防腐 另外就是改變睡眠時候的一些環境 跟溫度分別 直接 會 可能會讓Halflash 會好一點這樣子 就是 增加那個 8D Cold Temperature 可能會增加那個Halflash的風險 所以就是 睡覺的時候環境不要太熱這樣 另外就是 HRD 就是很多在這個磁型 如果有Halflash 或是一些症狀 你會用HRD HRD的話 可能會 就是如果是H的 可能會點少 就是 晚上醒來的一些次數 它會增加Rampleaflash 跟造成 11分Unstay 跟Lefts的多轉感 但是很多都會合併開Process 另外就是 會造成 反而會比較好症 就是有些症狀的效果 所以 你這種會造成睡眠的狀況比較好 所以 這個可能都會對睡眠有點幫助 所以 在這個時期的物理 如果說有 炒熱到汗 就是有一些症狀的話 其實用HRD會有幫助 課本其實有特別提到說 即使說沒有Halflash 用HRD 甚至也會有點改善睡眠的狀況 所以其實不一定要特別針對HRD 做睡眠的話 可是 目前是不是很鼓勵說 單純為了睡眠來開這個HRD 也會更加軟的風險 所以除非特別說 有嚴重的HRD 或是HRD 還會建議說 用HRD來做自然 另外就是Stress的Reactivity 就是在這個時期的部門 就是更連結的這個部門 H增測的比 會減少那個KPone的Reactivity 會對那個壓力會有些改善 所以這個時期的婦女 乾脆來說就容易遭受到一些壓力 包括小朋友可能 家去求學 父母可能有身體狀況不出 過世或什麼等等 那退休等等的一些情況 所以在時期以來就容易有些10歲 那 今年起的這個公務的變化 可能對10歲的環境 會比較多一點 所以會造成多一些 異怒等等的一些症狀 那個座女資料可能會有些幫助 那這個也會影響稅務的情況 另外就是SDB 在更連結的婦女 也會增加SDB的方式 那儘管已經控制了BMI 所以儘管已經控制了很多相關因素 有一點BMI、Smoke 等等 但是相關機短還不是很清楚 這樣 那 一般是認為說 在這個時期的婦女 可能是因為 體重的關係 造成那個 因為這時期可能會因為normal aging 或是減少身體活動 造成那個 比較容易offensive的情況 可是 那個 其實在控制DMI的情況下 menopause還是 menopause還是容易有SDB的方式 所以其實 確實的機短還是不知道可以這樣做 那 比較合理的假說是 那個內臟脂肪 就是認為內臟脂肪會是一個因素 那 那 那 所以 所以 因為HRT會減少內臟脂肪的虛擬 所以 會 降低DMI、DMI、DMI的狀況 那 這個時候 所以對這個SDB 可能會有點反對 這樣子 所以 其實在這個時期的SDB 有一些研究是認為說 HRT會減少 這不一定說 一定是HRT或是成分資料 可是 當然不鼓勵 單純用HRT來治療 這個SDB 那幾乎會增加回來的光線 所以 Maybe跟Colm的變化造成 內臟脂肪的一些分布 會有點影響 就是 目前稍微迴離一點點的假說 但是其實詳細的一個 明確姿長還沒有辦法到明確姿 那 另外就是 在更年期的 婦女 這個年紀也 相對容易有一些 Dipation的目的 這樣 那 那 在這個時期會比較容易增加 增加Dipation的進程 那 但是還不是很確定說 這個Dipation是 真的是一個 沒有辦法進程 還是說 它跟 Dipation 改過SDB和一些其他原因 那 HRT也可以減少 Dipation的症狀 就是不管是NIP 會減少一些 相關的症狀 但是這個症狀可能 有沒有減少可能跟 HRT也會有點關係 所以如果 沒有HRT的情況 用HRT的話 其實 對改善 Dipation NIPA的症狀 就沒有辦法 可是它這個 主要是透過針對 改善HRT的症狀 Dipation Dipation跟NIPA的症狀 不好意思 爆料有點短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